8厘米是拍电影底片最小的尺寸 今天我们要讲的8厘米 是指室内设计在最小的方程当中 展现最大的设计细节 建筑背景出身的设计师林振伟 在两个大小不同的案子里 要呈现8厘米间的细腻 我在基隆50平 我在林口80平 快一起来看看这透视8厘米 所看见的空间细节 拥有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硕士学位的林振伟 以其建筑专业及特有的空间思维来设计 并运用现代感的材质 将缠缝精髓贯穿其中 让生活动线 机能与外在环境相结合 荣获2012年台湾室内设计大奖 TID奖的肯定 他是当代空间设计的观察家 各位今天我们来到 你用8厘米设计概念打造的豪宅作品里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屋主吧 今天这个案子 其实他屋主算是一个就还蛮成功的人士 然后他定义这个房子等于是他一个半退休的一个住宅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设定他的时候就是很重视一个 就是他如何招待朋友 然后朋友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享这个很舒服的一个退休宅这样子 所以可见整个机能性的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家庭设计是不一样的 对 那请郑伟先大致上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50平的空间里面 你大概是怎么配置 在这个50平的案子里面 他其实原本建设的格局 他是一个就那种传统四房的一个格局 那因为我们因应他这个屋主 他不一样的需求 其实我们把一个房间整个拿掉 然后让他这整个工作空间变得非常的开阔 然后变得非常的串联 然后我们也让主卧再结合另一个房间 他变成是一个非常大主卧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原本一个制式的一个四房的格局 就变成是一个两大房的一个格局 然后他的公共空间 全部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视觉上的串联 所以我们把一些不需要的房间拿掉之后 让公共休闲的空间可以变得又大又舒服 对 而且这一次我们讲的是郑伟呢 他特别把一个八厘米的室内设计概念 运用到这一次的豪宅当中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郑伟用心的细节 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客厅 这个电视墙在接缝的地方有特别做一个处理 对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细节的概念 就是我们如何用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 去讲这整个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像你会看到这个很特别的电视墙 跟后面这个石材墙 其实我们非常在意这个石头它如何 就是被它怎么样去施工在墙面上的一些设计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整面的石材墙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对话 我们让它的视觉线是有一点错疑的 并且我们去让那个分割线它开始变得很清楚 在接缝里面做的这个斜角也是特别费工去做的 对 其实我们特别做了那个45度的斜角 我们特别让它嗨烂一下 而且你会看到说我们的这个墙面 它其实是有一个进退的一个表情 所以你在光线在打光之后 你会觉得说这整个视觉面 它变得有更多丰富的一个表情存在 而且我们也看到郑伟这一次 在我们的沙发后面的这个大理石洞石嘛 你也特别做了一个香砍金属的处理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做啊 其实你看到说这个洞石的墙面 它其实是走一个横向的一个纹路 那我们在直向的地方 我们把它砍了一个镀态的一个金属线条 并且我们在石头的切割面上 它其实是做一点不对称的几何形的切割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这样子石头 它有更多有趣的一个面貌 就是因为这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说 这个空间它有更多比较细腻的质感 然后也会让它更长显 属于一组独特的一个格调的厂子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在郑伟的设计里面 没有太多繁复的这个线条 但是你会在一些小小的细节当中 看到它与众不同的设计细节 就像是天花板 其实是没有特别做天花板 可是却出现了两道 有一点工业风的砍灯耶 对 其实这个天花板 这一次这个细节 这一次的灯草面是天木皮的 所以你会让它在细节之处 你就会感觉更有质感 就是当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会更能感受到那个工艺的质感 所以这个案子当中呢 是郑伟为了一对退休的夫妇 打造退休生活当中 最休闲 最娱乐 最靠近自己私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迫不及待 要来看一看其他空间的设计 所谓八厘米的设计细度 真的在整个餐厅区展露无一耶 在整个餐厅区呢 就有好多好多的细节 可以请郑伟来好好介绍一下 先从地板来讲好了 这里特别铺上了木地板 对 其实我们把这个区块 特别把它原本的材质把它挖掉 所以我们整个用一个木地板 让这个区块它可以被 特别highlight起来 你会发现说这个木地板 它就区隔了这个空间的区域性 而且在地板的颜色上面 也特别选择了 比较让人觉得 很低调感觉的这个原木色系 对 其实这个地板的颜色 我们是特别为了这个木皮 我们特别去顶纸的 所以它其实在处理的手续上 它其实有特别的反复 所以你会看到它细节的边上 它都会有一个 比较淡的木纹的感觉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深跟浅 它就看起来更自然 然后它就会感觉 跟这个墙壁的木纹 它特别有一个 连成一气的一个感觉 讲到这个地板的木皮色 对应到我们餐橱柜的颜色 我发现一般餐厅周围的餐橱柜 可能大概都是封闭式密闭的 但在正伟的精心设计之下 它变成好漂亮的展示空间 对 你会看到这个整个 这个L型的这个柜面 它其实有很多细节在 像它这个侧边的这个分割条 它其实是对应到 上面整个轴线 因为发现它的侧板会整个推进 它原本柜子的量体当中 所以它会更有一种 线条的一些与会的美感 一般我们想象到餐橱柜 大概就是对应的 一样的大小 制式化的大小 可是正伟特别把它设计的 有各种不同的高低 起伏大小 真的在这里感觉 很像赏心悦目 有点像是在一廊 欣赏屋主的收藏品的感觉 对 我们希望说 这里好像被屋主的一些 它独特的一些收藏 可以包围 然后它的侧边 也有帮它设计一个写字座 那它可以在这里 就是可以积极帐 或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不会觉得说 它其实是一个距离感 很远的一个豪宅 它其实有很多 很考究的一个 机能上面 帮它思考的东西 又漂亮 然后又有机能性 被赋予在里面 既然享乐跟休闲 是打造退休宅 最重要的两个重点元素 我们就会发现 本来的书房区块 它现在不是书房了 它其实变成是一个 多功能的区块 那你朋友来这里聚会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种 可以使用的状态 我们也特别在这一个 视觉的隔间上面 我们做了很独特的 一个石头的一个隔渣 所以让那边的自然光线 跟整个视觉都可以 带到这整个餐厅的这个区域 所以你就某种程度 把这个餐厅的这个 大小的感觉更放大 就感觉说 你看得更远这样子 视觉上更有穿透感 而且也让这个像阳的地方 可以把光线引进来 对 而且你发现上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石头 这个隔渣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细部的变化 它流出来的那个缝 我们就变成是 有一点去微信在里面这样子 而且一天当中 随着太阳的位置不一样 在房间里面 也可以感受到光影的变化 对啊 退休之后 更有一个休闲 更接近自然的一个感觉 这个案子 其实它原本是一个 就是四房的一个格局 然后我们把它规划成 是一个两大房的一个设计 那主卧房 我们把它规划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更衣件 它其实是拿掉原本的 一整个房间的一个空间 它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更衣件 它让那个区域变成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 可以更衣的一个区域 在它主要的睡眠区后面 它又有一个小的更衣件 延续到它后面的一个大的一个浴室 所以我们让它的生活机能变得非常的完善 然后每一个部分都是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那另一个房间 它主要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房 就是当他的儿子回来家里的时候 或者说朋友来的时候 他可以在那边过夜的一个客房 所以我们让那个客房 它并没有把它放得特别大 可是我们让那个客房 它也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小饭店式的机能 并且它有它自己的写字桌 那它也有它看电视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像是一个饭店式的一个小房间的一个感觉 从进门处 利用铁键加上喷砂玻璃作为隔屏 隔出玄关空间 鞋柜则选用灰镜放大空间感 在材质的安排上 电视墙选用带有法斯纹路的大理石 并且采用箭头形状的排列 加上细致倒角呈现年轻朝气 沙发背墙则选用动石呼应 在镶嵌镜杜钛金属条及分割线 在最小的地方表现细腻质感 餐厅位置铺上木地板 区隔出场域位置 收纳寒书桌区的设计 木料特意渲染 利用光带制造立体感 让最小的方寸间感受最大的细腻设计 同时以动石隔栅划分娱乐式 借此让阳光得以进入室内的每个角落 彻底发挥采光优势 主卧房以温润的米色系做基调 表现精品细节 并将原先的一房空间挪作为更衣室 让收纳量大幅提升 客房空间设置书桌 衣柜等完整机能 让亲友来访时都能有舒适的休息空间 并让最小的方寸间展现最大的设计细节 巴黎米的盖油举办法 这是一个电影底片最小的单位 但它捕捉到的是百分之百 电影盖油的声光影响 也增加了金属的分割 让你感觉非常信誉 非常高质感 非常韵味的一个食材厂 感谢观看